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来到《创业军事》的环节 今天继续有我在这里 阿天和大家主持这个节目 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各行各业的老板上来 和大家讲一下他的行业里面 他的创业流程和一些成本是怎样的 当然不少有我们的嘉宾主持 Felix 青年创业军的创办人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Felix 问一问你 我想问我和你都是男士 你喜欢不喜欢吃甜品的呢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有空都会去吃 怪不得知 因为有你和我这么喜欢吃甜品的粉丝 看到甜品店和蛋糕店 在香港都开到整门整市 根据网上的餐饮平台数字 香港现在有3500间甜品店 香港人喜欢吃东西 大家都知道 甜品和蛋糕更是首当其冲 但通街都有很多不同的甜品店 而且有很多大集团 都可以说他的品牌 都借根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所以新进的甜品店 究竟如何可以靠创新而突围而出呢 今天我们很开心 我们来邀请到一位90后的美女 Samantha 亦都是这个 流心蛋糕专门店 雲石小姐的创办人 和我们分享她的创业故事 Samantha 你好 Samantha 你好 Samantha 你好 刚才也说过了 其实你说做甜品的 很多连锁式经营的大公司 都在做的 你开一间蛋糕店 为什么这么有决心 这么有信心 开创这门生意 首先当时市面上 没有这个流心的七封蛋糕 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欢雲石 所以我就在想 既然是这样 不如把两种我都很喜欢的东西 加在一起 做完出来的反应 首先我自己 就算去到现在 开了这么久 我都很喜欢 所以这件事 我当时很有信心 我朋友都很赞成我做这件事 所以我就觉得 既然是这样 朋友都很喜欢 我就推出去 去到这里 我想很多观众都被骗了 究竟什么叫做 云石蛋糕 其实云石蛋糕 和一般蛋糕有什么分别 其实首先 云石蛋糕 就不是大家想象中 一块一块的云石 我们也有扇水饼款 也有蛋糕 就是比较大的生意蛋糕 的款式 还有最重要是 我们跟其他人的东西 就是我们是流心 就是说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 客人拿完蛋糕 三个钟内就要吃了 因为我们全部都新鲜制造 确保会有流心的效果 市面上可能可以给你放几天 就会有些不一样 就会比较最重于新鲜出炉 而且要是新鲜的 新鲜感吃 听着说 你们的产品 其实都有不同的 叫做多元化 除了我们平时说的 譬如说做蛋糕的时候 大家会想到 可能一两磅的三十蛋糕之后 刚才听你说的 你都针对不同的需要 譬如说 有些同事来职之后 我们俗称叫买山水饼 你都特意有这些设计 都真的有很多元化 都知道第一间店是在葵冲开 都想问你第一间店 我想问你第一间店 为何要选在葵冲开 还有营运初次的投资是多少呢 首先因为葵冲廣场那里 是比较多年轻人去的 我其实短期内 本身是想在那里打响的名堂 还有了解多些年轻人的口味 所以我就选择了葵冲廣场那边 至于你说 因为那里是顶售 你说不计租金 就只顶售和少葬售 当时大约用了20万左右 然后我就知道你 第一间店就是葵冲 刚才听你说的 顶售费用了20多万 之后很快 你就转战了 转战由葵冲 去到尖沙咀 我也想问 为何转变这么快 做了一段不长时间 就转去尖沙咀 还有转到尖沙咀开店之后 跟葵冲有什么不同呢 你这些东西已经由头来过了 那些价钱或入场费 是否又不同了呢 刚才是真的有不同了 是的 价钱真的有轻微调整了一点 因为其实我在葵冲廣场 当时也有做生日蛋糕 但是生日蛋糕的款式 没有现在那么多 现在就多了 有多些不同的选择 有些可能价钱稍为便宜 有些可能价钱稍为便宜 有些可能价钱也会稍为贵一点 相当上也会不一样 是的 如果你在尖沙咀现在 我想知道你的投资有多大 譬如刚才说 你第一次在尖沙咀开店 投资的金额 每个月的营运状况 应该如何 投资的金额 尖沙咀一定会相当上 比较多些 因为它不是顶手 它连同自己去申请的牌 连同装修的话 就有40至50万 左右 每个月的资出或收入是怎样的呢 现在呢 其实如果你说成本上 因为我比较多些用的成本 可能是租金 人工 又或者我自己对包装上 会比较执着一些 可能成本大概10万元左右 那你说利润的话 因为都要示范季节的 或者我当时的执行 如果你说基本上 就大概10来20万元左右 是的 我们在网上世界 都见到很多明星 都会去买你的蛋糕 不过你本身 应该未必是一位的演员 人俩虽然都很美女 但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很多不同做生意的朋友 其实都很想有很多明星 去帮他 增加知名度等等 你是怎样做得到出来的 其实我本身在做开价格的 就是PR和价格 所以本身都认识一些朋友 可能是圈外的人 或者是一些网红 所以他们都很幸远 他们都会帮我手上试弄的蛋糕 或者他们都很喜欢蛋糕 加上当时也有很多传媒 帮我报导 所以吸引了很多明星去帮我 所以我来帮助的是 加上是我过往的工作经验 还有蛋糕又好吃 你刚刚说到宣传方面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以前本身是做市场推广的工作 所以这方面有经验,还有有些朋友都是在演艺界 他们光顾你很开心地吃完之后就帮你分享一些帖文 我还比较多是在剪刃方面 其实会不会你在网上宣传的花费究竟高不高 就算你有演艺界的朋友吃完帮你分享 这只是其中一个渠道 我们现在知道是网络的,可能你会放一些key words 那些你又做得多不多?需要大量宣传吗? 因为Facebook和IG我都有在网上宣传 我过往都是做开市场推广,都是要在网上宣传 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所以我就会自己也在网上宣传 至于在网上宣传,因为我在生日蛋糕 卖的东西不需要说真的很多 可能你平时买件衣服,你需要不断卖出去 你才可以回到本 但我在生日蛋糕一天都不能做很多 所以我下宣传就不可能像市面上 那么多人下宣传的宣传 只要针对客源的目标是多少 我每天都会看一看它的数据 因为Facebook有些数据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去看这个广告 重复的人有多少人 我都会在那里看那个广告好不好 然后我自己再下多少钱 或者针对的人群是什么人 对 那关于云石小姐的过去 我们都知道很多 不如说说未来的发展 假设现在有一个投资人 他投资了一个比较可观的 一个产品去投资你的店 你会怎样去改造你的店 因为我不是很想只做一款蛋糕 我自己也有计划想做寵物蛋糕 寵物蛋糕 寵物蛋糕 市面上也没有 我比较喜欢做第一个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资金 我想我一定会着重 去发挥多些香港比较少一点的蛋糕 去做回这一件事 刚才说 如果真的假设有投资者 我和Felix看中了你们生意 我们都夹钱投下来 你就说可能会有新的产品出来 再去吸引令市场的份额佔高 当中除了你原本做得好的产品 还会开寵物产品的产品 又这么说 始终你门市 你只有一家门市 或者人手上 可能主要是你 或者有一两个同事帮你去做 似乎生意范畴 未必可以做到很大 会不会考虑另一些方法 例如将你的技术 教出去 又或者开班 开班之后你可能有开班的收入 又或者你跟着有些学生 可以帮你打完工 又或者会不会有些 Fanchise 特约出去呢 开博博我自己都挺有兴趣做的 所以这是我之后都会想做的 其中一个挺大的范畴 至于你说Fanchise 这个我就会考虑一下 不是不行的 但也要考虑一下 因为始终我对每个蛋糕都有少少执着 我怕如果我Fanchise出去的话 我会对QC这件事 我会有点关心 所以这个我就会思考 但你至于博博 教不同的人 我会很有兴趣 也想着会在这些位置去发展 是的 那我们始终是一个创业节目 不如说多一点 譬如有位年轻人 也很想投身于甜品业 或者蛋糕业 你会不会有点点提示 可以给他们 因为我个人本身 都很喜欢创新 很喜欢做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创新和特别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香港始终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 你一定要去特围而出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一些 别人未必会想到的东西 多些出去看看不同的东西 试试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刚刚说到你很喜欢创新 做一些别人未必想到的东西 我又突然想到的东西 看是否对你用 是给我一些意见 刚才我们说 做蛋糕 大家都强调是什么 生日的时候就买蛋糕 但我觉得现在 潮流出世 并不是生日才买一个生日蛋糕 首先生日是同一个人生日 比如我儿子生日 可以一次买几个蛋糕 爹地买到妈妈买到 另外有些特别的日子 可以有特别的日子 大家又要慶祝去买蛋糕 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生意的门路 是什么呢 并不是单单的日子 是看到它漂亮 买来拍照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起吃 这个会不会都是你们的一个生意方向 蛋糕做得漂亮的 吸引人来买来拍照 然后再吃 会不会是一个新的门路方向 可以这么说 因为其实刚才也有说 我在蛋糕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其中一个款式叫做雪崩蛋糕 它是挺好玩的 它一拉起 首先里面的帐会掉出来 然后再切开里面也会有流心 所以我会在一些 换味重一点的东西 我都会加多一点 所以其实有很多客人 我想我有40% 都不是因为生日而订我的蛋糕 很多人都觉得挺好玩 很想买回去 跟家人一起分享 而去买 跟你谈了这么久 看到你这个创业要决 我个人觉得有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要创新 做一些人未必正在做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要是说 它本身除了创新之外 还要有决心去做这件事 Felix有没有金具给我们大家 对 甜品的美味 我觉得完全在乎于 师傅的用心制作 令到我们一边吃一边甜在心 Samantha很成功地 运用了云石的美观 加上淡淡甜甜的流心蛋糕 令到它创造了云石品牌 云石品牌也可以成功在三千五百间甜品店里 成功突围而出 而且网络世界大受好评 而且有很多明星去垂青 绝对不简单 Samantha 希望你继续创造多些新的蛋糕品种出来 满足一下我们这些那么喜欢吃甜品的粉丝的用户 今天和大家先见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再请其他行业嘉宾上来 和大家分析一下一些创业的经历